Hello,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的布鲁斯利李小龙将要迎战一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 这个英国选手非常厉害 他不单单是英国目前的第一拳王 而且他还是英国的这个特战兵王啊 而且身高体重都是一个全新的量级 非常的恐怖 那今天也是一场量级差别之战 这个量级的差距不单单是一点半点 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啊 咱们这边接下来进场的这位选手就是李小龙 接下来的对手啊 来自英国的这个特战兵王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身高啊 非常的高 在人群中真的是非常的显眼 他呢在以前是一个特战队员啊 后来他们的军队也是开展大大小小的这个格斗赛事啊 然后打了一场又一场 逐渐被这个军队所承认成为了这个特战部队的这个兵王 可以说是二世巡雄啊 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啊 咱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肌肉 还有他这个块头 哇 非常的恐怖啊 在刚刚检查的时候 我们的裁判甚至摄像机都照不到裁判的脸颊啊 只能照到一个额头 这个身高差非常的恐怖 高达3.78米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双方选手的一个数据展示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李小龙 这个数据真的是天差地比啊 但是龙哥也经常打这种差距很大的跨量级之战 最终也能取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今天龙哥能否延续之前的胜果 再次拿下这一场啊 很期待 今天的观众也很期待这一场比赛啊 这种跨量级的对决是观众们最想看的 最期待的 也是最刺激的比赛啊 臂展也是差距很大的 你看到这是胳膊很长 这边他也是在进行各生 我们的龙哥 后面是背靠徒弟们 徒弟们也在为龙哥加油鼓劲 我们的这个徒弟还在招呼区验场的观众给龙哥加油啊 这边的话也是进入一个最后的比赛倒计时 It's time 我们的白发主持人也是在宣告 今天这场比赛马上打响了 这是一场冠军争夺战啊 双方的话也是杀出重围 最终在这一场UFC的最后决赛中 相遇我们的李小龙来自中国香港 华人之光啊 也是在这次赛前呢 打败了很多的对手终于挺进的决赛 在决赛遇到了这个英国的特战兵王 很有压力 但是也做足了准备 龙哥这边很有礼貌 向现场的观众致以谢意 很多支持龙哥的观众啊 现场都是呐喊声 这边来自英格兰的特战兵王 也是之前从未打过UFC啊 一直打的都是这个军队的搏击赛 那今天也是 从UFC一路杀上来 来到了这个决赛的舞台 很厉害 双方这边的话死定了 就跟这边的比赛 有点新鲜河 实际上不出来的 对手终于是 对手终于是 低势的 �专上这边的比赛 对手终于是 碰标准了 最终于是 这边的比赛 对手终于是 骰标准了 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龙哥 抱拳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碰拳 我们看一下李小龙刚刚开始 会怎么进行一个进攻 一个直贴 两发冲前打到龙哥身上 再进行一个夺波 一个闪避 很漂亮 李小龙的话 他刚刚开始都会使用一个慢进攻 多摸路 这么一个套路啊 主要是摸对手的进攻路数 所以被称之为多摸路 哇 这边一个左踢腿 直接踢倒 一发冲拳 What 李小龙 居然一腿秒杀了 李小龙 我的天哪 在比赛刚刚开始 这一瞬间 一腿 居然把对手直接带走了 哇 一个左边腿 踢倒 然后 立马跟上一拳 带走了对手 就突然兵王 有点扛不住啊 李小龙这个力量可能是爆发的太强了 也有可能是李小龙认定了这种身高高的对手 警博是个弱点啊 这个也是之前留下的这个经验啊 对这很多这种高高层位的选手都是攻击他的警博 哇 在这一场也是非常的漂亮 李小龙一招之敌 太过于精彩了 那么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咱们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technical 让 F70 亚哥 报个目